老花一开洋饼的 今天是一个我生肖的幸运场 属猴的嘛 都说是属猴的幸运场是蓬莱松 给大家开一个箱 大家一定要盖上一个点 你像老婆饼 老婆饼不一定是老婆做的 里面也不一定有老婆 对吧 蓬莱松他也不一定是松 他是天门洞好吧 他跟咱们那个会天门洞 他们是亲戚 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呆得很啊 这个漂亮 来走着 鲜活植物 鲜活吗 但愿他很鲜活 你看五年苗六年苗这个东西呢 我给大家也要盖他一下 你看我们就也刷几年苗几年苗 不是你 你咱们反过来想 谁家养坡花养五六年还卖不出去 我负责的告诉大家 不论是七家轮五家轮三家轮 这种绣球花就我们家 基本上没有超过三年的 超过三年的少之又少 咱说句最不好听的 这个东西这么占地方三年都卖不出去吃啥 吃西北风啊 还有的话12年25年我天了都卖给你的那个 那个卖家不知道有没有25年 你怎么相信的不要六年份 好吧 呃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去买一些个花 为啥呢就是你看这种土葱来了以后就特别的松散 很多的新手花友在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它不容易纵活 也不如这个花好与坏的问题 就大家在操作上会更难一些 这种跟裸根差不多了 如果在您家里边啊 温度常年低于15度以下 就不要去买这种不耐动的东西了 然后砍一下另外一份 另外一份肯定也是这样喽 土还是这么松散 这种呢基本上跟裸根过来的差不多 里面的根系呢还有不少的一个空根 可以看到吧 能够看到有这种空根哈 那本来呢打算是直接入盆入土的 但是在入盆入土之前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啊 天门东是什么个东西 你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天门东 这个呢就是虎尾天门东 它们的根系都很像 就是像这种白薯条的快径类的一个根系 大家在养护它们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一些松软透气的土壤 很多的话就是用一些很硬帮硬的 甚至说用沙土去养护它 它这种就长这种根系就不利于它的一个发根哈 所以说你要简单的盖它一个点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叶子呢都是真状类的 就是很细有点像松柏的那种感觉 这种呢你一看从叶子上一看就知道哎 它非常的耐汗耐汗能力很强 你又看它这种肉堵堵的根像小萝卜似的 又表明了一个耐汗能力很强 它出水力很强的好吧 所以说呢咱们在用土的时候有一定的考究 这种东西呢大多都是在五度以上 五度以下基本上都会冻死 所以说呢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温度 五度以下就不要尝试了 十五度以上呢就正常的入手 五到十五度之间呢它是一个休眠 还有面临生死挑战的一个阶段也不怎么生长 所以说还是看咱们自己家的温度 接下来呢咱们就入盆入土去了 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两盆花的话呢可以在这条十片 评论区那个下方去评论啊 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会从这几个维度随机给大家抽取的 然后呢免费的免费送给大家 只会给大家要一个地址没有其他的一个费用 最后呢给这个苗子打个分啊 就勉强就是良好的一个成绩吧 八十到八十五分之间 您觉得呢 然后呢一篇关于这个蜀猴幸运潮 蓬莱松的一个视频送给大家 祝大家蜀猴的这些个呢都很性命啊 人话说我不蜀猴了 你不蜀猴了你不是笨子猴来的吗 你不是猴想来的吗 好伤了 对对对象 不可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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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观看